国庆乡北港国小地处偏远 学区四周没有任何课外辅导班 学生除了正常的课业外 也没有机会学习其他方面的技艺 学校方面为了要让学生们能够五欲均衡发展 特别从其他乡镇聘请教师到学校来教导小朋友 其中律动课程最让学生们喜爱 不仅培育节奏音感也能够活动四肢 随着音乐的节奏 小朋友们按照先前老师所教的舞步 开始尽情舞动 北港国小为了要让中低年级的学生 能够健全发展四肢 特别从其他乡镇聘请孕育舞蹈老师 来学校教导学生 每个礼拜有一堂律动的课程 也是学生们最喜欢的运动时间 教导主任就表示 学校由于社区资源较少 在校长的鼓励之下 特别引进校外专长教师 到学校来教导学生 这项中低年级的旅游课程 就是借由校外教师的专长 来弥补学校是这方面的不足 因为我们学校在地的社区资源比较少 其实学校是主要我们社区的一个学习中心 所以在我们校长的鼓励之下 希望我们能够带动一些学生课外资源的学习 所以我们就结合了艺文领域跟自然科技领域 然后引进了外面的外聘专长教师 来进行一些比较在学校学习不到的课程 那例如说低中年级我们都有安排到律动课程 那是由我们蒋老师来每个学期 有八节课的八周的时间 来进行这个课程的指导跟教学 那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呢 让孩子学到一些 例如说在外面可能有舞蹈班 但我们这边没有 他们可以学习到自体的开发跟展现 来建立一些学习的乐趣 跟透过舞蹈来建立他们的自信心 律动老师就表示 偏乡的孩子比较少机会可以接触到舞蹈 因此以肢体的律动 身体开发来引导小朋友对舞蹈的兴趣 同时也培养他们的四肢协调性 我来北港国小已经今年是第五年 然后是因为一个缘分来到这里 然后来教导偏乡的学校的小朋友 肢体律动 这偏乡的孩子没有接触过舞蹈 所以我用身体的律动肢体的开发 然后来创造孩子的从跳舞中学习到许多的娱乐性 还有团体性的合作 孩子们也非常的乐于学习 然后他们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好 所以现在是从一二年级到三四年级 小朋友都有学习舞蹈 那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就是从最基础的幼儿律动开始 然后到三四年级小朋友的一些街舞啊 然后一些排舞啊都有 学习律动舞蹈的小朋友 对于这堂课都感到相当有趣 学习这三年来 不仅让自己做事都更能专注 而且出去比赛也让自己很有成就感 我学了三年 然后学了很多舞蹈 可以让我们出去表演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 让我自己的体力上可以更好 在上课的时候我可以更专注 我学了就是三年 然后我可以让我更会跳舞 然后可以学会很多舞蹈和很多动作 我很开心 北港国小学生有人数不多 但校方对于每位学生的学习态度都相当认识 即使是舞蹈的学习 学校也希望能够培养学生多一项记忆 而指导老师则以 适才适性的教育方式指导学生 希望学生能够从学习中 培养对舞蹈的兴趣 同时也能够让学生的四肢 有良好的协调性 在节奏方面也有很好的应感 记者陈云志国新香采访报道